欢迎收看9月6号的百格大事迹 我是敏和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最新一个星期的油价 明天起汽油价格全面调涨 RUN95和RUN97个别涨4仙 柴油则涨了1仙 接着有国内新闻 负责彻查80和90年代的国行炒外汇损案的 黄委会听证会今天来到了第五天 案件中的第17名证人 也就是前国行顾问诺穆哈默 今天就坦诚 国行在外汇交易中蒙受了亏损 他就是因为这样而引咎辞职 他说国行在1986到1993年期间 进行的外汇交易 是由高层和董事部来做决定的 不是他 而他所谓的高层是指时任的国行总裁 已故佳话胡仙和副总裁林希燕 因为他就是向这两个人做汇报 另外听证会明天将会迎来另一波的高潮 因为正在服刑的公正党顾问 兼时任的财政部长安华 明天将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共证 换个焦点 画面中的这一餐经济饭 有两人份的豆芽 猪血和咖喱肠豆汗 两块的咖喱魔鬼鱼肉和两盘白饭 竟然要价80令吉 结果网民就拍下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 就引起了贸销部的关注 今天宾州贸销局反暴力组官员 就拉队到摊位调查 发现业者并没有张挂价钱表 所以就当场向业者开出了100令吉的罚单 不过业者受访时却说 只是接到口头警告 并没有接到任何的罚单 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张挂价钱表 业者是这么回答的 无论如何贸销局官员证实 已经向业者开罚 并且指出业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挂上价钱表 接着来看一起发生在一间 24小时自住洗衣店的抢劫案 三名手持八冷刀的劫匪 上个星期五晚上大约11点半 闯进私里儿骂花园的24小时自住洗衣店 抢走一名女顾客身上的财物 这就包括手机 现金 金饰 还有证件等等 让她蒙受了大约15000令吉的损失 从毕露电视拍下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劫匪在干案的时候 店内除了有受害者跟她的小孩以外 还有另外两名男子 但是他们并没有上前帮助 其中一个人甚至还从头到尾 淡定的在烘干机旁边 折叠衣服 冷漠指数可想而知 据了解受害者不愿交出手机给劫匪的时候 还一度走向两名男子求助的 但是他们都不愿给予援助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三名劫匪的下落 接着来关心 全球哪个国家的人民最有爱心呢 根据英国慈善救助的基金会所公布的 2017年世界行善捐助指数的排行榜 答案就是缅甸 缅甸人行善全球第一 以65%的慷慨指数已经连续四年位居榜首了 其他排在前五名的国家还包括 印尼 肯亚 纽西兰以及美国 大马去年夺得第22名 但是今年就不在调查的范围里面 而邻国新加坡则排行在第30名 据了解这项调查是访问了将近15万名 来自全球139个国家的受访者 问题就包括过去一年是否曾经帮助陌生人捐款以及投身义工等等 换个心情来看娱乐消息 被称为台湾偶像剧《教母》的柴志平 早前就宣布将会打造全新的F4 重拍《流星花园》 当时因为剧中的花子类角色一炮而红的宰宰周余明 近日就被记者问起了 他就回应说他愿意参演新版的《流星花园》 他说现阶段比较想要挑战一些比较不起眼的配角 所以并不介意出演管家的角色 他也说他感到开心有新版的《流星花园》 因为他的粉丝都追了他十几年了 可能有的已经有了家庭 不再热衷追星 因此他需要更年轻的偶像出来 让心里辈的年轻人来追星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